台湾65岁以上人口 已经突破350万人 约占台湾人口数15% 长者因为感觉功能变差 面临咀嚼、吞咽能力 肠胃消化功能渐弱等情况 容易产生营养不良的问题 营养不良的话可能会导致 长者住院的天数增加 容易跌倒 免疫力低下 以及生活品质的下降 长者营养不良风险的自我检测 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可以藉由营养篩检 及早发泄长者营养相关的问题 提早在营养不良发生之前 就进行营养的介入以及治疗 预防长者失能风险 它是一个我们在 临床级长照上面常用的 一个营养篩检评估工具 那之所以会使用是 因为它简单、方便、快速 在短版的M&A中 总共有六个题目去筛选 长者可能有的一些营养不良风险因子 M&A的短版总分是十四分 如果说长者赛检出来 分数是小于等于十一分的话 可能是有营养不良的风险 第一点我们可以看 在过去三个月内 长辈是不是有因为食欲不振 肠胃道问题 咀嚼困难以及吞咽困难 造成我们的进食量降低 所谓的食欲不振就是可能本来 可以吃一碗饭 变成说只能吃几口 肠胃道问题包括一些腹泻啊 便秘啊 腹脏等等的肠胃道不适 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我们营养素的 吸收降低以及食欲比较不好 咀嚼困难的话是指 可能东西会咬不太动 吞咽困难的话是食物吞不太下去 甚至说可能会停留在口腔中没有下去 或者是说在进食中出现一些 嗆咳的动作 除了食量减少以外 MNA的评估还包含了 体重减轻 活动力 压力或疾病 心智功能 以及身体质量指数的评估 它可以让我们了解 长者的健康状态 预防营养不良的发生